您正在收听的是 前世今生 生命轮回的启示 布莱恩·魏斯柱 唐志华裔 小林朗卢 前世今生 生命轮回的前世疗法 前年 凡是最有其理由 也许事情发生的当时 我们既先见之明 也不了解其中原因 但假以时的和耐心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这就是凯瑟琳安列的庆幸 我初见她时是1980年 她27岁 她因焦虑 恐惧和痛苦的侵扰 终于她进我办公室 寻求帮助 虽然这些症状 自她幼时期 就如影随形地跟着她 但近来却更加恶化 她因每一天都觉得 情绪麻木 无法正常作息 而处在一种低潮 沮丧的状况 与她那时生活中的混乱相反 我的生命是一帆风顺 有美好稳定的婚姻 两个小孩 以及真正热上的事业 从一开始 我的生命好像就在直线上前进 我在一个呵护被制的家庭中长大 学业的成就 不太费力就得来 在大二那年 我既立志要成为一个心理医师 我在1966年 毕业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然后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 70年拿到医学博士 在纽约大学贝利费医学中心实习后 转到耶鲁完成精神治疗的住院学实习 结束后 我受病到匹兹堡大学教书 两年后 我转到迈阿密大学 领导精神药物部门 在那段期间 我在生物心理治疗领域 得到了相当的认可 在大学交了四年后 我身为心理治疗的副教授 并被派为 迈阿密一家教学医院的心理治疗科主任 在那时 我已发表了37篇 有关心理精神领域的科学性文章 多年有几率的研究 已把我心知训练成科学家的 医生的思考方式 把我往专业的保守主义载度上 推我不想念任何不能以传统科学 方法证明的事物 我知道全国各主要大学 都有灵学的研究在进行 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那些对我都太遥不可及 然后我遇到了凯瑟琳 花了18个月的时间做传统心理治疗 想克服她的症状 当一无所获时 我赏识用催眠法 在一连串的催眠治疗状态下 凯瑟琳记得了引发她症状的前世回忆 她同时也能做管理 传达一些高度进化的灵魂实体的讯息 透过她 我知道了许多生与死的秘密 在短短几个月内 她的症状消失了 过得比以前更快乐 更平静 我的背景中 对这种情况 简直一无所知 当讯息一点点的揭露出来 我感到全然压抑 我对于眼前发生的事 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 它不是人类心知可以了解的 而且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范围 也许在催眠下 凯瑟琳可以集中注意力 与无意识储存的前世回忆 也许它能捕捉 融合所谓的集体潜意识 它是我们周围的能量来源 包含了人类全体的记忆 科学家开始找寻这些答案 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在这些研究中 都可大大受益 它将解开我们心知 灵魂 死亡延续的生命种种谜团 以及前世经验 对我们今生行为的影响 显然的起见很多 尤其是在神学 视学 心理治疗和医药的领域 无论如何 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才刚萌芽 步调很慢 又不断遭遇科学界 及外界的阻力冲突 从历史看来 人类总是不情愿 接受新观念 伽利洛发生木星的维新时 当代的天文学家 完全不接受 甚至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因为这抵触了 他们原本原先的信念 现在的心理医生和治疗师 也是同样情形 对前世回忆和陆体死亡后的 治下而上 即使已累积了相当的证据 也不愿省事贫固 他们的眼睛 任紧紧闭上 这本书是我对进行 中的灵学研究的小小贡献 尤其是探讨死后经验的支派 你所读到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我什么也没有添加 除了不断重复的地方外 也什么都没有三 只稍微更动了凯斯林的身份 以保私隐 我花了四年来写这本书 花了四年才鼓起勇气 肝冒专业的风险 透露这些不正统的信息 某晚我在洗澡时 突然觉得 非把它写下来不可 我有种强烈的感觉 时候到了 我不该再隐藏这些东西 我所得到的一本义 就是要与人分享 而不是据为己 从凯斯林而来的知识 现在该皆由我传出去 最好的结果就是 让大家都了解 我所知道的不小 不朽和生命的争议 我从浴室冲出来 到书桌前坐定 望着那一叠凯斯林的催眠的袋子 在静盛的曙光中 我想起我少年时去世的 匈牙利嘱咐 每当我告诉他不敢冒险时 他总会 痴癌地重复那句 他最喜欢的英文口头语 管他去吧 是的 管他的 布尔恩 为斯子 谢谢各位的收听 如果你们喜欢小林的朗读 请给我一个赞 下一张 童年的创伤